A hero can be anyone 我覺得都是一個支持的好方法 什麼人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一起參與這個運動 其實大家是去支持這件事的 就是要爭取這個民主 佔旺被稱不減熱情 雨傘聯盟延續自發精神 一場雨傘運動 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本地創作 當中一系列的雨傘人像水墨畫 自從第一幅豪種出現之後 不單吸引了大量網民畫賣一份 更有網民在面書中開設了一個 叫做雨傘聯盟的群組去收集這些作品 因為本來我們看到 馮展坦他們畫了 某幾個政治人物單車的圖案 我就覺得很漂亮 我就開始收集 後來有另外一個 雨傘聯盟的admin 看到我facebook的相簿 他就說不如我們開個page 可以多些人去分享這些圖片 他們更加曾經把收集得來的作品 自資印製成2000張海報 在旺角的佔領區內便費派發 做這個雨傘聯盟的其中一個目的 其實我們想告訴香港政府 其實我們本土的創作人 其實是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雨傘人像水墨畫這麼受歡迎 不知道豪種的創作人 馮展坦又是怎麼想的呢 都是一個民意 各自自發地去做這件事 其實沒有計劃的 沒有人計劃過 誰畫誰 之後要畫誰 要畫多少個 沒有人計劃過 我覺得整件事 這個革命是一個宿命 雖然旺角的佔領區已經被清場 但是雨傘聯盟仍然想把這份精神延續下去 上一些畫師 多一些不同的人物上去 因為本身這場運動是本土的社會運動 如果可以再畫到一些本土人物 例如說美國隊長 或者是畫家那些 可以更加突出到這個運動的本質 或者是這個意義